主裁办一声哨响 比赛已经开始了 这里是PPTV为您打来的 2020年亚冠联赛 一组第五轮北京国安 对FC首尔的较量 前点 奥古斯托蹭到了 打得不错呀 漂亮啊侯孙 真的是 尤其是联赛后期 牢牢的坐了 国安首发门将的位置 左边是27号高光明 他此前打得多 就是黄建秀和尹荣扇 两个人打中位比较多 今天应该是做出了一定的调整 先看这一下 打得不错呀 有了变相 比第一回合更加注重防守 别拉变相好球 打过来 还有看传中 王自明在等 好球啊 来 哎呀偏了 奥古这下不应该 这球传的质量应该说非常高 但我们说如果吹毛球刺一点呢 这个球还是有点弹跳 所以在打的时候呢 有一点高度 如果这球完全能贴着地平传过来呢 推的就更舒服了 让希哲在这瞄准了 你看啊 指挥 在指挥 自己的人强 这下大概率应该还是别拉来发 先看这下 好球 漂亮 好球进了 第二十三分钟上半场 刚刚打过了一半的时间 别拉的一脚直接定位球 洞穿了刷FC的球门 一比零 国安又一次领先了 那刷FC这下应该说 梁寒斌啊 就作为门将 还是有一定的 没有从选择从人枪上边过 直接就 就是打你门将 但是现在呢 我们说这个定位球啊 之前呢 可能门将啊 基本上都会选择 就我手一半 人强站一半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说 任意球主发手啊 水平越来越高 所以他选择了 站在相对比较靠中间 看看手尔的进攻 哎 烫大了 宇阳 这球站住了 好球 好球啊 又是猴瑟立功了 还有机会 这下不行了 这太勉强 最后一脚射门 那是引珠泰啊 这个重心就没有变过来 看个王子明 刚才这是在左边 刚才王子明 杀到右边啊 他也是跟过去 没有出去 中路 来了 漂亮 这个凌空打门太棒了 上半场将近结束的时候 奥古斯托把比分 改写成2比0 这脚王刚啊 传终质量太高了 让奥古 舒舒服服 我们说一个侧射 这个 亚冠小组赛阶段 最佳进球 评一评 有戏的啊 那这球机会什么 说双FC 注意力还是不集中 后面的一个 这叫侧勾 嗯 这种 这个镜头拍起来 就可以给奥古 自己个人当封面了 真舒展 我们拍这球啊 别拉这球 能不能摘出来 漂亮 有反击的机会 这就是能力 吃中国 我三打一 三打一 看能不能给过来 奥古早给啊 好球 别拉 别拉 还太细了 这个球啊 希望我们有更多这种 19岁20岁的年轻队员 能在这种重要比赛当中登场 好球 打 小心 好球啊 侯森啊 我们说现在这表现 这是在向 李铁指导证明吗 这名单里边 是不是要考虑考虑了 这球我们的 后腰这个位置的防守啊 在那个瞬间显得人稍微不够 这个肯定和首尔一样 也是很强硬的类型 这次机会 三打 再一个反击 三打三 可以打 这中国 好球啊 别拉再传 哎呀 这球打也可以 但是这球别拉 我们说如果这真的是 得上帝视角了 看到身后插上的费尔兰多 左边没有给 过度一下 过大了 哎呦 这下啊 还好 才没人看有力 但是不知道后边 会不会给吃中国补牌啊 退直传 有机会 可以打 球进了 一比二又被搬回来一个 我们说这个球呢 就是 本来是自己反击的机会 很好的机会 19号 尹朱泰啊 这个赛季亚冠 第三个进球了 打青来的时候 进了两个 今天其实整场比赛 基本隐身 但是最后 一次快速反击的机会 还是出色的完成了 中锋原本的这个任务 又断了 诶 张玉宁 我们看张玉宁 这么长把握机会啊 张玉宁三刀球 过不过门将 漂亮 漂亮张玉宁 左定胜局 你看那个车五颜 这两步跑 是 让张玉宁用速度给碾压了 我一开始还担心 我说张玉宁 可能最差的就是速度 结果看旁边这中卫 完全跑不动了 我们看 这确实是 后来已经放弃了 这有点感觉像 夜鱼球啊 是 夜鱼球踢到最后 真是跟不动了 夜鱼球这么踢 队友也得骂你 是 这个球 而且 更大的问题是 他明显 从他这个身体状态来看 他主动放弃了 这我估计 赛后 这教练队友啊 都得说说 张玉宁啊 今天 过完最后这三比一之后呢 应该说今天 大获全胜了 那你现在觉得 我这个帅位 不是还是不保险的吗 是吧 好 这时候全场比赛 结束的上升